一支粉笔,一戒两尺,一把剪刀 正在做衣服的裁缝名叫张红斌 入行已30年 他曾为塞拉利昂总统,加纳总统 金巴布韦总统,阿根廷前总统等 数十位政要设计定制服装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国际裁缝 谈起印象深刻的定制经历 张红斌仍历历在目 去年9月15号吧大概 我正给一个客人量衣服呢 突然接到一个塞拉利昂大使馆 大使给我来电话 让我去总统府给总统量 那个参加中卫论堂的会议的服装 第二天我就订票 直飞那个塞拉利昂 我带着因为那个图册什么过去的 大家都很喜欢 完了那个总理呢 外交部长那几个 一看中国的财富来了 大家都要量衣服 哎呀我量了大概五六十人嘛 张红斌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峰会在中国举行 许多外国友人来到中国了解中国 带有中国元素的服装也越来越受欢迎 多年与外国友人打交道的经历 让张红斌意识到 对于外国消费者来说 传统的西服没有新意 老款的中山装又过于死板 只有将东西方服饰文化巧妙融合 才能吸引更多外国消费者 你看啊这件衣服啊 我都给他把那个中式的那个兜 我给他改良了 你看啊 原来是这款 这款兜 现在给他改成这个了 后开刹呢 你看西方人比较喜欢开刹 我就给他做了个后开刹啊 这个利利儿 保留了 1989年 18岁的张红斌来到北京 成为一名北漂 一年后他正式跟着师傅开始学艺 从穿针引线学起 再到两体 剪裁 缝纫 拼接 张红斌回忆说 当时北京的冬天没有暖气 只能靠点蜂窝没取暖 拿着那手常冻得直抖 但他仍然坚持下来 师傅告诉他 制作衣服的每个步骤 都要细致又细 试致好理 差致千里 客人的所有的尺寸都在上面嘛 完了量完了他这个比较急 我立马现在给他裁 这个布丝啊 布丝不能歪了 歪了那裤子就歪了 扭了 先把布丝给你织了 如今的张红斌已从小学徒 成为大师傅 当初只有十平米的裁缝小铺 也扩展成一百多平米的店面 随着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闻名而来 张红斌发现 要把牌子打响 光把衣服做好还不够 我光衣服做得好也不行 我得沟通啊 对吧 我得跟他沟通 喜欢合适的 喜欢肥的 瘦的 不学英语是活不下去的 刚开始那个 我就跟着我们家倒沟后边学 也说错过 说错过 但是那个外国人很有礼貌 他说你说错了 我教你一下 反正每天能增加点单词出来 30年来 在张红斌的眼中 北京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到北京 爱上中国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让更多人穿上中国装